欢迎收看中央社全球视野 我是张亚婷 长从电影发掘灵感的台湾设计师古佑文 最近再登东京时装之后 发表2016年春夏系列 这回灵感来自1971年的经典名片《混沌威尼斯》 强调对比概念 古佑文这一系列跳脱惯用的编织手法 以特有的手工刺绣布 加入像是亮片和蕾丝等新元素 来表达电影当中生死哀愁的强烈意向 台湾设计师古佑文再度登上东京时装周舞台 举办春夏服装发表会 多位时尚界人士出席 胜于以电影情节为创作灵感的古佑文 这次以1971年的意大利电影为题材 这次我重一部电影就是 就是《混沌威尼斯》得到灵感 然后我把就是 尤其是这一部电影的最后一段 就是那个 那个作曲家在海边看着 那个打球的身影 然后在一片很 就是Reflection反光的景色之中死去的那一幕让我非常有印象 那我是尝试着把这样子的概念转换到服装上面 依照电影剧情发展 古佑文在服装轮廓上也做了极端的对比 从一系列纯净剪裁平衡的白色服饰作为开场 到后半段带有阴郁死亡气息的暗色设计 都紧紧围绕剧中氛围 在服装轮廓上我们也做了一个很极端的对比 在第一个部分是一个很清净非常干净的look 然后去象征就是在这部电影中的那个比较就是纯洁 而柏拉图式的对恋爱的向往 但是这部电影很有趣的是虽然是这样恋爱的向往 但是到最后却是一个很悲惨的结局 吴佑文每季在服装材质上都尝试做新的变化 这一次在手作部上向上亮片 象征电影中波光灵灵的画面 也摆脱外界对他局限编织作品的既定印象 这次发表会他也熟度采取独特的弯塞秀的方式 让看秀者有种望向海平面的感觉 重现电影的最后一幕 中央社记者杨明珠 东京报导 万圣宫杯国际高春武士邀请赛 来自台湾 马来西亚 中国大陆 印尼等八个国家及地区 共13支队伍在马尼拉罗宾逊商场争夺失望头衔 可惜中华队在决赛因为失望 选手失足跌了下来就拿到7.6区分 今年是第二次比这一个比赛 然后可能因为去年就是直接比决赛 今年因为是第一队所以会稍微紧张一点 所以可能就是那失误的地方 就是下次会改进这样 明年还会再来 台湾队是参赛队中年纪最轻的表现备周赞赏 荣获年度赛事优秀奖 我们的小朋友 这次所有参赛队的年纪是最轻的 可能是我们的经验会稍显不足 银场的表现可能紧张的一点 造成有一个失误被扣分 否则我觉得今天的表现 我们还是在适准制作 来自马来西亚的 深美兰州官圣公龙师队 精彩表现获满苍彩 以9.23分 传联冠军夺得失望 这张设计的聆听见 欢迎来到报道 乘坐火车旅行 不再只是看风景吃便当了 南韩铁路公司为了提振国内铁路旅游工器 特地改装列车内部将服务升级 让乘客享受独树一格的特别享受 除了音乐表演之外 这辆乐车最值得一提的是 它是全球首班暖炕列车 车厢内设有可让一家人 席地而坐的包厢通铺 夏天铺草席 冬天设暖炕 让韩国老人家们 也能舒适地享受旅程 而分为干真式和水汤式的足域服务 更是堪称一绝 一边欣赏窗外美景 双脚一边泡在暖乎乎的水中 旅途的提累瞬间消失 这辆观光列车串联南韩西海岸的文化遗迹 及美食区等七大观光景点 中央社记者江远珍西海报导 中央社国际新闻 中央社拥有阵容最坚强的新闻团队 全球布局居台湾媒体之首 将近三十个据点分布五大洲 以台湾观点掌握全球脉动 为在纽约长岛地区的这栋豪宅 地处偏远环境清幽 卖家委托的仲介 标榜是前第一夫人蒋宋美林的故居 此豪宅最近公开出售 因为名人光环加持 开价1180万美元 折合新台币3.7亿 上市两周后以五到八折的售价卖出 不过查证后发现 这里并非蒋宋美林的豪华庄园 这栋以蒋夫人为噱头出售的庄园 占地1.5万坪 拥有九间卧室 一间高尔夫球场和健身房 房中业者主打庄园的历史意义 上市两周吸引近50位华裔买家询问 蒋宋美林被誉为永远的第一夫人 70年代赴美落脚纽约长岛蝗虫谷 展开长达26年的隐居生活 1995年考量交通不便 才搬到曼哈塔上东城常住 蝗虫谷豪宅林立 因为蒋宋美林的特殊身份声名大噪 也让这处豪华庄园增添几分神秘色彩 中央社记者黄昭平纽约报道 淘气随着不同角度转动闪耀金属光泽 历史届国际茶湾展 在比利时工业重镇安特韦夫举行 台湾陶艺家受邀展出作品 展现东方工艺之美 经验比利时民众 每一个陶艺家有三件作品 那总共有122位陶艺家参长 有来自世界各地不同的国家 那我们这次台湾的陶艺家有19位参长 可以知道我们台湾就是在推广茶文化 在做这个陶艺的茶器具 有做了很多的贡献 这场展览广耀日本 南韩 泰国和新加坡等国的艺术家 参展展现了多元的艺术创作风格 长尼推广茶文化的策展人史密德特说 他对台湾浓厚的人情味 和深厚的茶文化印象特别深刻 这一次邀请台湾艺术家做客 就是要让西方民众 更了解东方的茶碗艺术 我们在台湾有几年 很幸运地在台湾 我们从台湾没有见到 人们很敬畅 也很幸运地在台湾 我从来没有见到深厚的文化 也很敬畅 也很... 我应该说 爱来的 安特卫普是比利时重要的工业城市 也是烧砖主要的生产地 许多知名的烧桃窑厂和工艺家 都出自这里 这回东西方茶碗工艺汇聚在此 相互交流碰撞新火花 更是别具意义 中央设计的江金叶安特卫普报导 电影《我的少女时代》 全台票房突破四亿大关 导演陈玉珊率领点元王大陆 宋云华以及李玉玺 到马来西亚城市宣传 电影上映以来 吹起一股校园纯爱风 话题不断 怪这好奇是否开拍续集 导演陈玉珊只说 暂时没有这个打算 《我的少女时代》 夹着在台上映的好口碑 在马来西亚为眼线轰动 演员王大陆和李玉玺 出席粉丝见面会 一上台就被尖叫声包围 王大陆李玉玺两位男主角 在台上抛开形象 酷售电影情节还和影迷互动玩游戏 逗乐台下粉丝 导演陈玉珊也承诺 只要电影在马来西亚票房突破500万令吉 约新台币5000万 就要和剧中演员成立少女乐团 再来马来西亚谢票 张谢国潮和吉隆坡报道 但您关心更多国际消息 1950年代韩战迫使数百万人分隔南北韩两地 有许多人直到过世都没有机会再见到家人一面 唯一的希望就是两韩离散家庭的团聚活动 但由于南北韩局势不稳 团聚活动近5年来只举办过一次 而且被选中的几率为乎其为 许多老人家几乎放弃希望 改用录影等方式流化 期盼有朝一日能够传到家人手上 今年的团聚活动20到26号 在北韩金刚山恢复举行 更多深入报道 请关注中央社网站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在华世新闻资讯台和中央社网站都有播出 我是张亚婷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